大家好,現在大家在等新年的來臨,整年辛苦了這麼久 伏上又似乎是舉報為奸,大家都希望來年會更好 不過這段時候又發生了一個大家都不覺得好笑頭的新聞 是什麼呢?民主黨成員 不是民主黨,民主黨的成員去鏡頭連銷攤檔的時候 OK了,誰知忽然被DQ了 當然是政府的行為,不過政府引述我有理由的 我有法律條例,我是依照條例去做的 那條條例就說明了,政府是可以拒絕這個 去同意,批出某一些的互動 或者那個協議 而無需交代因由的,白紙黑字寫到 你不要說政府犯法 只不過是說,這條法例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這個是保護政府,全世界法律立法的初時都有一部分保護政府 但是怎麼會保護到這麼麻煩的臉? 現在大家就是去討論這個問題 好了,我都說我不否定政府的權力的時候 只是開始看回民間的變化了 那民間的變化,你是控制不了的 我也控制不了的,我也影響不了的 人家怎麼說,那怎麼關我事呢? 只不過人家說的就是我們觀察 好了,第一個反應的就是 原來政府有這樣的權力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這個是不是反映了政府 它做事的過程裡面 是透過一些合理的程序 或者一些合法的程序來達到它的需要 而這個需要可能是不合理的 所以你說,有什麼規定? 政府有權的,我從來不否定的 這個外國也是這樣,而且港英政府也是這樣 總之它有權,它就告訴你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透過一個合理 不是,透過一個合理的法律的程序來達到一個不合理的結果 或者效果來說,人家就會集中在最後一點 為什麼你要利用這個法律? 如果這個這樣的文化是建立了呢? 其實已經建立了,就會帶出第二點了 第二點就是,你不是政黨,不是搞政治新聞 或者政界的人士 你都會立刻從這件事裡面去想 會不會預視著其他日常或者以後民生的事情 都可以是無需交代因由呢? 現在有的,不過某個程度上都會去交代 就是,官方認為合理的因由 譬如說,你說有些工廠大廈裡面有些食肆 違反什麼什麼條例啊? 你去查處啊,或者票控啊 或者這個,就是要它整頓啊等等 甚至要停業等等,那個道理是對的 是吧?因為你是按規矩來說 是不合規矩的 但是,很多人說 為什麼整間工廠大廈裡面 其他那些是可以的? 那間就不行的? 你有你的理由,但是你執行這個理由的時候 你說了這個理由 但是這個理由有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令人感覺到為什麼你對其他那些是不執行的? 是吧?同樣的,這些來講 大家是,老百姓是互相比較的 不要以為老百姓是不懂得想事情的 那所以大家就會說 哇,這次這個你可以無需理由去交代因由 以後呢?那當然呢,有些是不至於的 有些人說,哇,我以後呼吸不用批准啊? 這些是文學語言而已 呼吸不用批准要消呼吸的 但是,你這個無限隱身 就是因為你無限上綱 所以你變成無限隱身 就難怪大家會產生那個這樣的 你說是欺笑露罵式的反應 沒有人想有的嘛,是吧? 好了,那接著呢,就是再看回這些 因為有些國際慣例是不需要理由的 我舉個例子,入境 很多國家都說我是不讓你入境的 但是是不需要理由的 你說我在現場上訴啊這樣 一下滴你走了,是吧? 所以從這個角度呢 有些是可以是國際慣例來的 不過,大家就說,國際有連銷市場嗎?是吧? 那你這個應用在連銷市場這個DQ呢 就令人感覺到聯想到一些是中國特色的 譬如說出版自由 在國內呢,你很多事情要考慮的嘛 現在香港呢,未有審查才可以出 但是你說,無需理由 審查了就不能出,無需交代理由 那怎麼辦呢?是會引起很多人 去到一些不是很極端的海關啊 執行他的權力啊,又是國際關係 你其他的那些,譬如說電影 電影你現在都要是經過電影審查署 但是有些,你通過了之後 在有些電影節裡面,你都被人換了去啊 那你說,不是官方的,你下面 其他人他不理 但是,老百姓就會想 你沒有上面的影響啊,沒有壓力啊 那下面,又會有這麼大的反應嗎?是吧? 那所以呢,這些已經是一個 他不需要,他也不介意你懷疑的了 要造成慣例嘛,讓你適應嘛 那這些來講呢,在外國手上呢 都奈利不何,但是在其他方面 你就是受之以病嘛 如果你考慮大局的 你從決策,以致執行 你都要考慮這個大局 如果不是自我抵消那個力量而已,是吧? 那跟著呢,就出現了第三點了 就是,大家都有些理智的 你不要搞那麼多啊 你搞那麼多呢,我們做事都很難 假如這個不是上面下一個命令 要DK民主黨這個年燒的 是下面的,喂,我是要執行政策來的 假如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香港的局長就會覺得很頭痛啊 是吧?這個精神是不是你下的? 又不是啊 那但是下面是按精神來執行嘛 又搞到現在你是陳茂波啊 你說去證監會啊 去不斷請外國那裡 金融界高官 你是在抵消你自己的力量的嘛 是吧?所以呢 這一個呢 是跟柔治及卿的大局需要 是不是符合呢? 答案就是不符合了 同意再產生了一件事 是超級寒蟬效應啊 我怎麼說呢? 為什麼這麼說超級寒蟬效應呢? 如果你是體制內的上級 引至下級的超級寒蟬效應 跟著去到民間 那以前呢大家都說 唉我不關事我不管就算了 但是現在你見一般人 他對於這一類的事情 直接都不去說 那以前呢 還說大家認識的都會說幾句 現在根本不說 那變了呢 官方就說了 我連你這個民間的一些觸覺 我都和你斬斷它 但是你這個的超級寒蟬效應呢 就令到你自己都難做 我舉個例子 官方經常說 那現在被DQ 或者被限制某些自由的人士呢 你自己應該心中有數啦 這個心中有數四個字呢 老百姓改一個字 就是因為你經常說人家心中有數啊 所以搞到我們個個都心中無數啊 這個無數就是 我也不知道你想怎樣 是吧 所以現在來說 你要老百姓配合你所做的事情 慢慢說現在 要大家去投票啊等等 我都說了 我不會影響別人不會投票的 但是不用我影響 現在你看那個氣氛 是慢慢慢慢熬熱啦 但是是官熱 建制熱 還是普遍民間熱呢 我又沒有結論的 大家看看那個投票率 是吧 那我現在我又不是去冷卻投票的 我都說如果你投票來講呢 你可以去看看別人的政綱啊等等 然後自己去做決定啊 我都不一概反對的 只不過是說 老百姓現在說我心中無數啊 就是因為你官方 你自己心中有數 而令到大家心中無數的 你叫人怎麼做呢 是吧 那跟著 帶出來的 就是 大家都說 現在真是搞不清 因為不透明而引起的猜測呢 這個是對官方最不利的 我經常說 他說我不透明 我又不會告訴你哪個決策 我又不讓你起底 你哪個起身底 我就會懲罰你這些起底的人事之類 那表面上呢 就是維持官方的穩定 但實際上呢 是令到官方最不穩定的 為什麼呢 你越是這樣的時候 下面一定會從緊去執行你的指示 是連你自己本身說 我要控制到某個方面來穩定某個方面來受制 連這個效果都沒有了 所以就自然出現上有精神 下有精神 病了 這個跟官方沒有怎麼說 不關官方事 官方說你下面這樣 下面又不關我事 我只要執行而已 所以這些無緣無故出現了的 怎麼說 行為逆差 心理學中的行為逆差 你想想的東西跟你見到的效果不同的 這個是自己造成的 於是呢 外國就趁這個時候呢 就開始來了 就是 我經常說 我真的不相信外國的政府 政府 它是因為香港的民主自由 來關心香港的 我從來不相信的 因為 政府 就看利益的 那跟外國的民間 你說有普遍價值 普世價值那些是不同的 那就是因為外國 它是將香港自由民主 作為 它跟中國 互相 你說去 對撼或者交易的一個籌碼 所以它從來不會著力 它只會是 當一個低成本的生意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現在你不斷再做 你中美 緩和了之後 人家外國 不要說政府 人家外國政黨 它都有能力影響外國的公民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你是否自我受之以病 讓外國更加可以 在預知的情況之下 因為它預知 現在香港的治港政策 就是經濟 你想辦法要復常妥協 你和外國和美國都要靈活處理 但是在政治上面 政治、民主 仍然捏到死 還會加緊 它不能擴大到一般的民生範疇 現在去競投那些都不是民主黨 是它有自己平時做生意的 那一個這樣的連繫 跟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關係是你加上去的 所以現在開始出現了 大家就說 如果從理解官方的角度 當然它都擔心你透過這件事 你不知道你到時你搞什麼 於是早為之計 禁止你最好 這個你理解官方同情 官方你就支持它 但是更多人的說法 包括有些比較開明的 怎麼說呢 有些比較開明的 但不是建制 因為所謂建制是有利益的 現在是一般站在中間的老百姓 以致都是認同官方的穩定 那些人怎麼說呢 它說你其實可以高明一點的 高明一點就是我批了給你 又完全按回程序來做 好了 當你出現問題 所謂犯了條例 那時候才禁你 這樣最好的就是 官方是不是有理據在手 那接著 官方的行使 那個的權力 也都可以得到大家的認同 知不支持另外一回事 你要有實據 好了 這裏又令人想起 當時有人有一些建制 那它跟國內說 現在民主派 那時候不是現在 那時候 那時候 你都可以讓它回去 如果它回去出事 以致你說它有些不正常的行為 你說去尋花問樓 你有證據你就抓住它 抓住它之後 你就可以借一個來 那就是discredit民主派 那你要有事實 那你要有事實 那所以當時都說 給它回去 其實最好 其實他們的角度是最大的 最好的陷阱 所以這個其實是講策略來的 但是現在你連這個 你自己削足就你 那你就變了自己本來有理據 就變成沒有理據 我是指民間的判斷 而你那個技巧上面 就被人感覺到 那個技巧其實是不是又低了些 甚至上有些人說黑西牛 就是故意做到這樣 然後用公眾有一個這樣的評論 國際有一個評論 到最後是下級做的事情 是令到上級尷尬的 下級就說 我真是照正命令來做的 照正精神來做 如果這個是具體指示來自上級的 就是命令 如果你不是一個正式命令 是一個感召式的 你自己決定的 那這個就是精神 那個政策方向的問題 到最後 老百姓的判斷 是不可以的 所以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能夠及時修正 中美關係是北京及時修正的 所以我說對外就是務實 對外就是餘環 因為你對外對內沒有制約 所以說了這麼多次 關鍵就是你看看你怎麼能不能夠 是聰明地去玩這些現代化技巧 而崔天海講美國給中國優勝的 第四樣東西 那個軟實力給中國優勝 他真是講到點 是吧 以前不講 現在你講出來 問題是你能不能改正 是吧 所以崔天海很厲害 但是如果那些說話很早 講到出來 公開到的 跟著又變成是政策的一部分 中國就不用付出這麼多代價了 我們都是好言相勸的 講完了之後 又會不會被人說我們有用心 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我只能夠說我們絕對是有好心 是吧 所以說完 算了 下次再跟大家講別的問題 拜拜